口花花公子會會長 心公子 心美 由宅南變公子 教你學會窮風流 公子會 其實我很開心 大學拍拖真的開心得爆 還沒完結的? 沒有 過了 你今年也是24歲 多幾年 幾年 很短時間 但是24歲 在大學之前 這個男朋友之前 不會沒有人追 這麼優雅 這麼漂亮 反而只是你怎樣拒絕 我又不覺得拒絕 就是不對 多數派好人卡的人都不覺得自己拒絕 你是好人而已 不接受 如果在第一個戀情之前 怎麼都會有一些狂風浪跌? 沒有 沒有可能 也有喜歡過人 可能之前認識的人會更加覺得 那種很強烈的感覺 但我個人又很細膽 就覺得 姐姐 我這麼喜歡你 不如我們冷靜一點 那說來聽聽 那就要說來聽聽 要喜歡到自己 要冷靜 對 是同學來的 還是什麼人 當一個愛情故事 說給他聽 不用說人名的 不用說年朋友 當一個愛情故事 第一 認識他是怎樣 就是一個中學的同學 是大學的同學 然後覺得他很厲害 然後 怎樣見到他厲害呢 第一次 他是師兄來的 然後覺得他很厲害 很厲害 哪一堂去哪班班上又知道 喝水機喝水喝油脂 學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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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相認оп 鑽耳吃油來太多 師兄做這些,夠壞才夠,夠帥的嘛 他喜歡這些一定是乖的那些師兄 他講這件事是什麼呢? 是嗎? 他不是特別乖,但我那時大學是讀建築的 他對這件事是很固執的 大哥,你又漂亮又讀建築 坦白說,你現在拍得漂亮到這樣 落地盤一樓,更漂亮 那些師兄是有藝術稀釋的 有些藝術家脾氣 就是要把屋頂蓋在地基上 我們經常看那些,他建的教堂 是要蓋得遠看,像雞仔一樣 不是,那個酒店是福禄壽 福禄壽酒店 就是你的師兄建的 會不會就是他這個堅持會覺得… 不是黃祖嵐那個,我已經誤會了 會不會就是他這個堅持會覺得藝術家脾氣 覺得很棒 怎樣的藝術家法呢? 怎樣堅持呢? 其實他會… 不知道會有時候做一些事情,比如老師叫他這樣做 每個人照幾張椅子 通常都要跟阿杰都要記著張椅子 是啊 然後他可能會覺得自己… 老師看不到中途會對他這個設計有意見 喂,阿先生,你張椅子沒有腳 哈哈 他在天地… 可以有意見 可以,椅子是可以沒有腳的 他是不改的 他是不改的,不管老師 可能會一直在罵老師 然後很繽紛的詞語 但其實他最後都是A++ 然後他就被人拿去做展覽 哇,那是有才華的 是啊 我以前也做過這些人 哈哈 我現在… 我現在… 所以我沒有說我現在是你比較厲害 我現在… 我把真相告訴你 是嗎? 老師給我改的,應該不改 因為我在page 1 拍了一張椅子 我怎麼會改的 然後他當然是拿獎 因為我照抄那張椅子 是你們那些鄉下佬不知道而已 哈哈 你要知道真相是這樣 20年前… 20年前真的會… 是這樣的 我想他那時候應該是… 現在不會了 現在資訊發達了 現在當然不會了 Page 1 去成品 去淘寶 去淘寶 哈哈 那就是說那個男生很吸引到你 是啊,那時候 如果你這麼喜歡他 你一定有一點主動 去埋他一起做功課 師兄 你怎麼也會有些主動 你怎麼埋他呢 還是他埋你做呢 我又… 真的很害羞 是的,我又… 軟軟地為他打氣 覺得他很厲害 很遠很遠 Johnny!Johnny! 很遠地打氣 很遠地打氣 很遠地在家裡 撐個Professor 撐個Professor 我以前有一個女生 她真的很害羞 她就害羞到… 她不是在球場裡遠遠去打氣 她真的知道那個男生 今天籃球比賽 她家裡說她祈禱 你明白那些嗎? 3點到6點她就比賽 她不知道她是否贏 她家裡祈禱 哇,也像這些 你不是這些嗎? 都在現場 可能… 你不要亂說我 我先說她那個朋友 精神沒問題 不是,我看這個精神沒問題 真的很害羞 神經病 你都不是對我做的 你都不是對我做的 什麼年代啊,大哥 文綽 不是啊,中學年代 你不是說波銘傳 林鄭人那一項 你怎知道她祈禱的內容是什麼 關帝 希望她今天可以 搞定 像京華春夢一樣 你說到她的故事 我們中學年代又沒有電話 她又害羞 在家裡也幫我祈禱 有什麼奇怪 她現在不會吧 你不會吧 當然也沒有那麼誇張 但可能她那些功課 展示出來 可能我會去看 特地去看 對呀,特地去看 很漂亮 看很久 去到這樣嗎 但你剛才說 你要冷靜自己 不要衝過去愛她 那這個會不會是 還會不會有一些事情 究竟去到什麼位置 你要冷靜呢 你要思考 我要冷靜了 之後我們都有一些 純學生的交流 即是真的 聊天、聊書 或者是 聊功課 我覺得她真的是 很薄學多才的一個人 但是 我自己本身的人 是經常感情理性很打架的 因為我是一個超級感情的人 即我是那些 真的很大上大落 但是家人經常笑我 林代勇 但是我自己 可能讀書的關係 又訓練了一個 笑你林代勇 我回來想買一元 你在家裡做過什麼 會笑你林代勇 不是說我 你說我講什麼 驚懷春夢的 他自己說自己林代勇 大哥 一個年輕的二十幾歲 那個花名是林代勇 不是啊 重要是 他要恥笑你 你太像假寶玉了 大學才只有兩三年 四年 四年 有一個這麼喜歡的 這麼快的移情別戀 和這個又一見鍾情 不是啊 現在你不是說 這個男生追了我很久 我走走走走 你不是啊 又一見鍾情 沒有啊 是大學林畢業那段時間 就是一四年 那之前這個 那暗戀那個 為什麼沒有了 為什麼沒有了 之後我就覺得 好像大家做同學好一點 之後他又畢業了 為什麼呢 他畢業先 你都沒試過跟他不做 他的師兄 你都沒試過跟他不做同學 暗戀他一向都是同學 都是的 但是當時我會覺得 如果有一個人 他這麼好 我這麼尊重他 而我們又可以在一個學術方面 很多交流 這真是埋葬的蝴蝶 真的 如果你想到這樣的話 就真的埋葬了 所以不如不要開始吧 是啊 我會覺得 好像做朋友 大家會是一個 一輩子的 或者是精神上的伴侶 那我就說 現在還有沒有聯絡 如果當日是這樣 學術上的伴侶 現在還有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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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不錯 這個一輩子的學術上的伴侶 我告訴你 你剛才說的 是大哥說完出來 然後我們就罵了 告訴你 是不是 今天好彩不是他說 你需要知道 他的思想跟我們是近一點的 我們都是讀書的人 不是出來好像你們兩個 你這個我們 只是局限於你 是啊 他不是在你那邊的 他很明顯在我那邊 跟你倆是不同的 不過作為我那邊 我都不明白他 為什麼他喜歡這個人 為什麼他最後變成讀書上的伴侶 為什麼他不想跟他拍拖 距離很遠 為什麼距離很遠 你覺得是藝術品 覺得他很厲害 不是吧 厲害到這麼遠 就是偶像的 對 還有會想之後 其實我都會知道 例如他會想去外國讀書 或者他會去其他地方讀 Master 我會繼續在香港 然後就 對 就是已經想好那個 practical 不行 是啊 practical不行 哦 實際上拍到這裡 那如果他現在聽到這個節目 馬上回來 然後他會告訴你 我可以的 為什麼你不想想 可能是因為他喜歡你 然後他不去外國呢 我不想是這樣 不要緊 他當然是在外國 他照做 不過他聽到才會打電話 告訴他 我可以的 我已經回來了 其實我準備好了很久 你知不接受他 敢不敢他回答嗎 我不知道 我覺得可能已經過了幾年時間 大家未必是一樣的人 對 對 特別我覺得 在我這個年紀的階段變得很快 等一下 等一下 你這個感情也變得很快 等一下 剛剛你明明說自己是感性的 你理性到這樣的 不要說 他自己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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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 他承認的 你真的很奇怪 是啊 一個如果一起都不在一起 去到那個位置 最後我冷靜了 我不在一起 但第二個竟然是 一見鍾情 這一下其實兩個東西是超級矛盾的 不是說要追你真的很難搞的 可以追 可以追 只要他喜歡 他喜歡你就是自己 普通 Hallo 沒法無法無法包 太喜歡別culo 最重要是看到那一刻 所以跟他拍拖 Those things 都不太開心 普普通通是喜歡你 現在師兄lett 師兄就可以 drunk 所有條件都很好 但是只是每件 cand simplicity 沒有東西 可能是痘的 還有給你的左右 方式來電 episódio 所以我很討厭 調轉了會怎樣 不知道 但是有些人很執著 很執著的 很執著的 在那邊是調轉的 很討厭他在那邊是調轉的 那一見忠誠其實是不是不太喜歡 都不是的 我覺得 你答我一個問題 你喜歡這個一見忠誠多點 還是喜歡那個 師兄多點 嘩 我覺得我喜歡的每個人 都是去到極限 我認為是喜歡的 你覺得兩個都是一樣 每一次都要這樣 我才會覺得這個是喜歡的 低於這個感覺 我不會說是喜歡的 大哥哥已經是極限 但喜歡就沒有分高低的 在你那裡 就一時同仁 那只不過是因為那個師兄 因為不可以在一起 他要去外國 所以才沒有在一起 那為什麼這個可以在一起呢 我覺得 其實說真的 我都是一個 進行的階段 我現在所有事情 我都不是很 真心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就是我可能在事業 一些長期歌曲 我是很固執的 是 但其實可能是人際關係 感情 你看到其實都有一些 其實我是一個很 都是一個長期的 其實還有小時候可能 可能 還在找著 在找著 可能在感情上 第一次就覺得 我沒有很主動 可能有一點點遺憾 然後第二次就覺得 不如全部進去 就是會有這個反差 那不出奇 所以你會覺得 那是在中摸 只是一次兩次 那就沒辦法了 這個呢 這個未認識過一見鍾情 那個性格 是不是好像之前那個師兄 觀察了這麼久 完美 這個怎麼辦呢 一見鍾情 一定會撞的 有很多事情 反過來 完全 我是不覺得 我會喜歡一個這樣的人 是 是什麼的人 你會覺得不喜歡呢 你會覺得這種人 本身那個人不喜歡 他是什麼人 是什麼 我想他比較 輕鬆的人 然後可能有 就是 不是說 好 就是可能 他不是很 care 一些很哲學性的 或者他 不是這樣去感受 思想很簡單 我想他比較喜歡 隨意一點 運動型 那種 就是不要想太多 說人生 不要說這些哲學的 那麼淡 對 他這句認識 他不是很care 哲學性的 其實這世上 九成九的人都是 但是你要認識他 他不是很care 哲學性的 不是啊 我再說一次 你兩個不care 就是我很care 我跟他同一派 我們經常都想哲學性的 我們就跟他一見鍾情 我們同派 是的 我不是很care 哲學性的 他一開始跟我們這些 讀書 還有有藝術天分的人 在一起 到最後見到你們 都是愛上你們 這是一個不羈的風 不羈的風 這個至少會不會比之前那個 是叫搞笑點 有趣點 好玩很多 好玩 一個人 回到我們這邊 對 最終 十個有九個女人都是這樣的 過程都是這樣的 最終你們這些 他不敢高攀你們 是 最終這麼漂亮的女人 都是比我們這些 哈哈哈哈 是啊 是啊 我知道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是啊 我小時候 定律是這樣 經常都跟考試 一二名的拍拖 所以你就讀完大學 才知道這個是錯的 是啊 結了婚之後才知道 已經結了婚了 真可憐 所以你追漂亮的女生 又是又漂亮又厲害的 記得要風趣 好嗎 不用厲害的 每個女生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是怕愛情的 其實是很怕的 那你忍到那個男朋友 什麼都不理 什麼都不理 什麼都不想 因為我自己都很忙的 那段時間 我都事業為先 那時候已經入了這一行 是啊 都是事業為先 我很小時候入行 都是事業為先 而且我覺得自己 不知道為什麼 有時候 可能去到一些位 我會觸動了 我的保護機制 就變得很冷感 就是我是這種人 所以就說感證你 觸動了什麼 什麼保護機制 可能我覺得 你發覺別人沒有那麼熱情 或者發覺別人的感情 沒有投放得很全面在那裡 沒有安全感 他先下閘 是啊 你沒理由沒遇過這些 我明白 那我就明白 是啊 你成長到很多人疼你 是不是因為很多人疼你 所以你感覺到有些人不疼你 我馬上推走 是不是因為這樣的 為什麼你叫敏感 這個是理性機制又出現 是啊 怕傷害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 本身是一個很敏感的人 我都不是想很多東西的人 那我就覺得 要起碼會保護自己 因為我知道 如果我是 如果我跟家人有種關係 是不可以 就是一個不是家人的人 如果是這樣 我傷害的時候 我真的會很傷害 我可能是會一蹶不振的人 那些人 為什麼不讓自己試一次呢 讓自己試一次 讓自己試一次 喂 喂 這些傷幾次呢 其實是人生的薪水 不是 真的是補充劑 最重要的是什麼 那薪水是讓你作為歌手 或者演員 用來用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你拍拖短 是小的 那你就很慘了 因為拍拖 拍到一段時間 它對你的愛 一定是開始停滯不遲 或者收回的 這是我們拍拖典的 的歷程 那你一遇到這些位置 必經 那你就馬上收得快 那你的愛情 你知不知道 會很難長久的 可能不是的 但其實我覺得 好像 剛才那個例子 我都已經 我是很耐耗型的人 就算我表面上很理性 是太收了 但其實我自己個人 都已經是一蹶不振 那時候 每天都在家裡哭 寫歌 哭 也有的 有給自己痛的 我以為不給自己痛 一人不給痛 創作不了 但到了這個位置 殺制已經 我已經承受不了 等一下 你那個殺制是 其實只不過是 兩天沒有出家吃飯 就已經作了七首歌 我就是想問 那個男生究竟 他是哪一樣 還有生日送錯禮物 拍了兩套戲 為什麼會殺制 那你又太高問了 太高問了 那我想看看 因為剛才阿火說的 一定的 所有的感情關係 都是 一定有熱戀期 熱戀期一定會過 而那個人 他未必不愛你 他只不過是投入自己的生活 你也投入自己的生活 可能有很多人都會覺得 是不是這樣 你等於不愛我 所以就想聽聽 你對上的感情 那個殺制的位置在哪裡 那個情況又完全不是這樣的 是 是 是 魔力突然間 有些 可能有一個 trigger位發生了 然後就突然間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在前面 其實就發現 咦喂 不合不來的 走不下去的 其實 可能可以一起三年 但一定就會散 那次是遇到這個什麼 其實有件這樣的事 什麼事呢 事情又很個人的 哦 是否像是Personal 肯定生孩子那些呢 即是否大到這樣呢 即是我不生的 即是否大到這樣 結不結婚 生不生孩子 移民 價值觀 有點像這一類的東西 人生選取 人生的選擇 我不喜歡我女朋友出來做這行 做藝人 我飲不上了 類似這種 然後就真的大到其實沒有辦法 是嗎 我再說一說 不是短頭髮和長頭髮 其實不是只是愛情的問題 人生的問題 那一刻就發現 其實根本就過不了 然後感覺到她就回去想 那怎麼辦呢 然後我就會先下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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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